要談字嗎? 對,就談字 我認為生活簡單 就是一個字一個字來 所以你要一個字一個字來是 其實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就必須要參照字典 因為字典是很多 從以前到現在 很多學者專家 你在念書的時候就會像你剛剛的想法 所以你是一個非常標準的讀書人 謝謝 對對對,非常標準 就是這集是什麼意思 那以前的讀書人 有的人就會專門去收集字 那我們目前為止 收集字最早的字典 或者是解釋字 應該是縮文解釋 縮文解釋已經是在 漢代初期 也就是大概公元前兩百多年 公元前兩百年左右 許聖 許聖 祝縮 縮文解釋 那縮文解釋 裡面的字 後來到了更晚 好像是清代就說文解釋 住 專門又去住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就是 一路下來有很多字的使用 越來越不一樣 所以以前人的說法 到後來的使用方法 好像越來越遠了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必須有一個人 又自認為 對早期的使用方法熟悉的人 去註解他 就是註 那光是有這個住 你就可以猜了 就是中國幾千個字 到變成幾萬個字 甚至於是 將近十萬 或者是更多 我沒有去追索這個數字 就是你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表示那個字是越來越演化 然後後來有創造 那創造的過程其實在許聖的時代 就已經有說了 六書嘛 對不對 呃 相形指示會議行身轉注夾介 那你光看這幾個法則 去再去參照經文 經文就是 呃 大概商代末期到周代初期 大概到周代的中期左右 呃 柯在 柯在青銅器上的文字 嗯 或者是 理器上的文字 那這些文字 那因為它是 準備 大多數都是為了要準備傳世 傳 後代子孫可以看 所以那個字都寫得非常的工整 嗯 那你就可以看出原來那個字 字型的可能寫法 嗯 那從那裡面你就可以看文章裡面念一念 你就會知道有些字 它其實是逐漸演化 逐漸奮化 嗯 對不對 那逐漸演化 逐漸奮化 那譬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好了 我們現在用的行華的行 嗯 嗯 我們用行 在 在 在 經文裡面其實只有這樣 嗯 嗯 景啊 嗯 你就知道這個字是從這個字從過來的 可是你怎麼會知道這個是行呢 嗯 因為它的前後用字 以唯一的解釋它就是行 OK 或者是這個字可以解釋成 嗯 這個字 嗯 就是形狀 或者是一個標準 嗯 某一個標準 嗯 所以這個字就分化了這個字 分化這個字 那原先只有這個字 那原先這個字有沒有意思 有啊 這個字就是井啊 這個字在任何地方看你都是井啊 那井為什麼會變成這個這個 那你就必須去猜測了 你就 造字這個才是原字啊 這個是後來跑出來的 所以你後來看到這個的解釋 跟這個的解釋 都不是從這邊來的 是後來的使用 那我們就怎麼去猜測它呢 像我的猜測吧 我我我告訴你我就是猜測 那我怎麼會知道說這個字 原來是可以拿來做點判 或者是處罰呢 因為很簡單 這邊加了一個刀 這個刀 那這個刀就是井 用某個方法去修飾 對不對 那這個是用土 那這個土要修飾 所以這個是一個模範 這個是在做那個 模板 這個是我們叫做飯 就是你要做一個氣 做淘氣的人都知道 做一個飯 那這個就表示 那你要做 需要用這個來修理 或用這個來處理 那這個一定有它的很重要的原因 才會變成 這兩個功 這個使用方法 這個使用方法其實是 原來某一個功能 衍生出來的 那它為什麼重要 你就可以從考古的歷史當中 去看這個字 我們就可以發現 中國的對井的考古 中國對井的考古 最早可能是大概八千年左右 五六千年大概在長江 在長江流域 在華北平原 大概就已經有井了 然後你如果 你如果看到那個井 遺留存來 遺留存下的那些古井 你就會發現呢 你就會發現那個 沒關係 你就會發現那個井的構造 是非常聖密的 非常嚴密的 那你如果再從現在工程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從現在工程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不得了了 這個是牽涉到土木工程學 你要再 你想想看 那井都是在地上這樣挖直的下去 變成井 你現在你就隨便挖挖看 你挖挖挖挖挖 你沒有做任何支撐 沒有做那個 就塌了 就塌了 OK 那你再想想看 古時候的挖井 可以挖到很深 比如說 自貢的岩井 產岩的那個井 那是挖很深 以前的人就可以挖那麼深 如果你兩邊的壁 不能夠把它框架起來的話 那個一定會打 會死人的 所以你如果去看他們的那個結構 那個結構就是 一個卡一個一個卡一個 然後卡的 能夠撐住旁邊土壤的壓力 那最困難的是什麼 是那種帶有很濕 很濕的土質 那種是很困難的 所以那一種用的種種方法去處理 所以你就可以想 井對 井對我們的古人有多重要 第一個 沒有井的時候 人只能夠住在水邊 對不對 人只能住水邊 土地上 以我們這個地區來講 水有多大 就兩三條河 那你就住西邊 山裡面西不下雨就沒水了 你就要跑到 那不然你就住在湖泊邊 所以如果你沒有水井的時候 人的居住範圍是非常被限制非常大 可是等到能夠挖井的時候 你沒有水的地方 你知道地下有水的地方 你就能住 所以人的居住範圍就擴大了 這是第一個 然後井水因為井水提供的水是生存的要素 所以井字就產生了不同的質 第一個就是我們上次在講的 情 對不對 我們的情字最少是青 那為什麼 你一看就知道 那上面是什麼 上面是一個深 下面是一個井 所以井水使生命能夠不斷地生生不息 所以井字就跑出了情字 因此你可以想說 跟生命是有關的 那這個東西它就告訴你 你人 你要在人類的社會當中 在我們的社會當中 你如果要 能夠好好的生存發展 你就要有一定的行為規範 社會行為規範 因此模型的心 就從這個地方演繁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標準模型 你剛才這樣處理 對不對 那你如果犯錯 老師犯錯 對不起 就要把你修回來 告訴你 你必須要按照這個模型來 或者是你的模型不太對 我就用刀子來給你修一修 或用杖具 用各種方法讓你肥到那個形狀 那處罰的形制就出來了 對不對 因此 行 情這些 跟生命有關的 都跟情有關 所以造字的原理 我跟你講 原來造字它沒有寫下來 我們也不知道 你必須自己去推敲 那有一些其實 你東想西想想不出來 那唯一的一個是什麼 如果你想不出來 那只有第一個 你對古時候的生活環境不清楚 對 或你沒有看過那玩意 對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什麼 它本來有 古時候的人也不知道怎麼造 嗯 所以要聲音 嗯 那